说来或许有点奇怪 我这一生中参加过 一些非常壮观 盛大又感人的葬礼 在这些葬礼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多年前的匹兹堡 有一位圣公会的神父 他42岁时突然离世 在他的葬礼上 唱诗班是由整个匹兹堡 教区的神父组成的 教堂里挤得水泻不通 每个座位都坐满了 在那场葬礼的结尾 是唱诗班的退场诗 这首诗是 福灾诸生 听着这首诗歌 我感觉自己仿佛 要飘出教堂了 我的眼眶也跟着泛泪 因为那是我一位好友的葬礼 他也是我在事工上的伙伴 名字叫做唐雅各 他去世前的身份是 匹兹堡实验 这个组织的执行长 这个组织呢 是由著名的 舒梅克先生所创立的 匹兹堡实验这个事工 主要是针对商人 而设立的 舒梅克他邀请 匹兹堡市里的商人 用三十天的时间 来实验看看 祷告的果效 他邀请他们花三十天 来针对他们生意上 婚姻上和个人生活中 最大的障碍来祷告 他也邀请他们花三十天 来为他们的仇敌祷告 因为舒梅克发现 只要人们连续花三十天 为自己的仇敌来祷告 他们的心就会对仇敌软化 有一次 舒梅克正在对一群商人 演讲的时候 在听众当中 有一个年轻人 以前是陆战队的教官 他有严重酗酒的倾向 又爱到处骂人 而且完全不信上帝 当舒梅克提到 祷告的力量的时候 这个人就忍不住 用满口的粗话 来鄙视舒梅克 所讲的一切 在众人面前 吐槽这位 备受尊敬的圣工会神父 这个年轻人 骂完脏话之后 舒梅克就停了下来 面向这位年轻人 走到他的面前 指着他的脸说 我邀请你花三十天的时间 来祷告 三十天之后 你再回来这里 看你还能不能够说 跟刚才一样的话 这个人就说 好啊 就试试 在这三十天当中 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 将生命献给了基督 后来成为 舒梅克的继承人 我参加的 就是这个人的葬礼 唐雅各 是个信心的勇士 他在舒梅克之后 继续从事这个施工 在城市中邀请那些 跟他以前一样的人 花三十天的时间 做祷告的实验 他试着去教导 与训练人们祷告 而不是只是对人说 你们要祷告 他让人们有一个空间 可以尝试祷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试试看 这会对他们的生命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如果对每个人说 你需要每一天 都花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来祷告 持续一辈子 这会把人吓跑 但如果只是邀请 别人花三十天 作为一个初学者 来试着祷告 看一看 不用逼自己 在三十天中 成为属灵伟人 那么就会有比较多的人 愿意来尝试 在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有提到过 我认为关于祷告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学会如何祷告 在所有祷告方式当中 我所听过 所学过最单纯的 就是这个古老的口诀 我把它称之为 祷告的ABC 就是祷告的首要原则 与基本架构 所以我才说是ABC 我称它为ABC 是因为这个有名的口诀 是取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那就是ACTS 让我提醒你们一下 这个X不是指用来砍树的斧头 不是斧头X 而是ACTS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讲道学的教授 每天都要我们站着念 ACTS 以免我们念成X 这样我们才能够使用标准的发音 请会众翻开 ACTS 使徒行转 总之这是ACTS 发音跟新约圣经的 使徒行转ACTS一样 这个口诀的内容就是 A Adoration 爱慕 C表示认罪 Confession T表示感恩 Thanksgiving S 表示祈求 Supplication 看来啊 我的祷告有得到应允 因为呢 我这里能用的粉笔很少 到目前为止呢 就还是够用的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元素 我说过这是ABC 意思就是说这是很简单的口诀 能帮助我们记得 祷告应当要有的重要元素啊 我也必须老实承认 我现在依然是在ABC的程度 我祷告的时候呢 仍然是按照这几个步骤 并以他们为标准 我的祷告都是从爱慕开始 接着是认罪 然后是感恩 最后就是带导和祈求等等 在我们上次聚会之后 听众当中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认为那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应该要在这次聚会中提出来啊 那个人问说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姿势来祷告 是要跪着吗 上次我有提到新约圣经中的雅各 人称骆驼膝盖 于是就有人问说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要跪着祷告 到底要用什么姿势祷告才正确呢 那时候我回答说 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到今天来讲 因为我认为啊 这牵涉到这个祷告的深层议题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要问 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祷告 因为啊 我们身体的姿势 与我们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上次我对这个人说 跪着祷告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但是从以前到现在 跪着祷告 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因为跪着祷告 能表示出你的顺服 人们会对国王下跪 也会对伟大的战士下跪 人们会对自己非常尊敬的对象下跪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除了跪着以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可以表达我们的顺服与卑微呢 我也有提到说 教会历史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祷告的姿势 就连在旧约时代也不止这样 教会历史上最常见的祷告姿势之一 那就是站着祷告 不是闭着眼睛 而是仰头抬头仰望 双手举起 这种举起双手的祷告啊 可以在林恩帕运动中再次的看见 有些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紧张 但其实他在基督教当中 是有丰富的历史背景的 人们透过这种举目望天的姿势啊 来表达自己的真诚 不过祷告并不是只有这两种姿势的 在整本圣经当中呢 特别是旧约圣经 我们都时常看见 人们在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不论旧约或新约 都是伏伏在地的 这比下跪还要更进一步 整个人伏伏在上帝面前 趴在地上啊 坦白说 我个人的习惯 我比较喜欢 伏伏祷告 而且 我跟你们说个小秘密啊 我喜欢自己弄一个祷告的空间 我会找一些比较矮的椅子 或者是桌子 然后爬到桌子下边 或是狭小的空间里头 在下面伏伏的祷告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样子 我的膝盖有关节炎 我不希望我祷告的时候 想要 想着这个关节炎 所以我在上帝面前 祷告时都是伏伏着的 我个人喜欢这样 我不是说每个人 祷告时都要这样啊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 很值得提出来问 该用什么姿势来祷告呢 我回答是以上的三个姿势之一 或者你另外有发现什么 有意义的姿势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虽然并不是 整个祷告时间都停留在爱慕 但整个祷告的过程中 你的态度和姿势 却应当是充满爱慕的 上次我也有提到说 我们祷告时必须记得两件事情 那就是要先厘清这两件事 才能够正确地祷告 这两件事很简单 第一 我们必须记得 我们是在向谁祷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们必须了解 并且记得 是谁在祈求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记得 谁是上帝 谁是人 这个礼拜 我跟你为先生谈过话 他以前有把圣经整本读完过 现在又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启示录 因为他有两个疑问 他想要再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 为了就是要厘清这两件事 他说这两件事情就是 关于上帝的性情 以及人类的性情 他说他目前的进度只有四分之一 但是已经收获丰盛了 因为圣经在这两件事上的铺陈 非常的清楚 先是上帝的良善 公义 伟大 以及圣洁 对吧 然后呢 是人类在上帝面前的罪恶 反复无常 与不忠 我之前有讲过这个故事 就是贝比鲁斯 拜访英国国王的故事 他获准觐见国王 于是 有人提醒他 要遵守恰当的礼仪 告诉他说 当他一走进国王的房间时 应当要低头 并且要称呼国王为陛下 当贝比鲁斯听完这些提醒之后 他就出发了 他走到国王的房间 没有低头 也没有称呼陛下 他就直接看着英国国王 说嗨国王 我读到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想 这真是标准的美国人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在荷兰读研究所 我们大家坐在一个讲堂里 讲堂的结构是碗状的 在场大约有八十几个人吧 我坐在最上面的那一圈 与教授相隔最远 当时很热 没有空调 于是我脱下了我的运动外套 放在椅子上 教授讲话讲到一半 突然停下来 他用鄙视的眼光 看着我 他根本不认识我 他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 请这位 美国人兄把外套戳回去 他不认识我 但他知道我是美国人 因为他知道只有美国人 才会在正式的课堂当中 把外套给脱掉 不晓得这位教授 如果来到美国的大学 看到现在学生的穿着 心里会怎么想 我们美国人的形象 就是很随便 很不正经 以及美礼貌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 什么是皇室的规矩 礼仪 这个词儿 就是从皇室和规矩 缩写而来的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 觐见国王的时候 要遵守什么样的礼仪 有时候你听到一些 基督徒谈论耶稣的 的时候啊 讲得好像耶稣 不只是一个信实可靠的 朋友而已 而且还是你的好室友 态度很随便 嘿嘿 耶稣 今天你要去哪里啊 一起去海边吗 要做点什么呢 如果耶稣真的走进你家的话 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基督徒 都不会像这样对他说话 因为他是称为 肉身的上帝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 祷告的X 并不只是以爱慕作为开始 同时也要以爱慕的姿势和态度来进行 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花上很多的时间 在向上帝许愿 我们告诉上帝 我们心里所想的 以及想要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把需要带到上帝面前 这没有不对 新约圣经明确地说 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借着感谢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圣经说我们要常常感恩 也说我们可以向他提出这些请求 但我们总是等不及要提出请求 然而 当我们看圣经里 那些被圣灵感动而发出的祷告的时候 会惊讶地发现 这些祷告并没有在祈求上花很多的心力 而是主要聚焦在爱慕 这个步骤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绝对不是想要纠正主耶稣的教导和他说的话 我要说的是 我读新约圣经时 看到耶稣的门徒来找他 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我对耶稣的回答真的感到很惊讶 这不是我预期的回答呀 耶稣回答这个问题时 他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 之后我们会来看主导文的元素 看看我们能从耶稣给门徒的祷告榜样中学到什么 当有人前来问耶稣说 该如何祷告的时候 我以为耶稣会这样回答 你想知道如何祷告 你希望能流利地祷告吗 你希望上帝告诉你 祷告时该说些什么吗 那就好好沉浸在诗篇里吧 因为诗篇里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圣灵所漠视的祷告 我发现那些熟读诗篇的人 在祷告的时候 都不会有词穷的问题 他们不会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祷告时说的话都在诗篇里面了 诗篇让你可以用上帝的话语 来跟上帝说话 你读到诗篇里的祷告 例如大卫的祷告 哦 耶和卫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整个圣经的祷告都是这个主题 例如玛利亚的祷告 我心尊主为大 我领以上帝我们的救主为乐 在诗篇中 你会看到诗人颂赞上帝 用十分优美的词枣 来颂赞他的伟大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诗人在祷告的时候 不断表达对上帝的敬畏 尊崇与爱慕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去觐见国王的话 我首先该做的就是表达 我在国王面前的卑微 把国王所当得的尊荣献给他 所以呢 当我向上帝说话的时候 我应该要用敬拜来开始 我应当要先打从心底 敬拜他的伟大 他的尊贵 他的超凡 卓越 因此我认为你在祷告的时候呢 如果有先想到上帝的崇高与尊贵 若能这样想 就会比较的恰当 你要想想他的属性 想想他的性情 想想他的存在 并且因他是上帝而送赞的 这就是所谓的爱慕啊 我发现呢 当一个人的祷告生活 逐渐成熟的时候 他花在这个步骤上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他们会一直想停留在这个步骤上啊 他们想要利用所有的祷告时间来爱慕上帝 这是第一个步骂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认罪 第三个步骤是感恩 第四个步骤是祈求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已经不够我讲了 所以CTS这三个步骤 我先不讲 等到下次再讲 现在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祷告ABC的起点 和过程都应当以爱慕的态度来进行 这是第一个步骤 或者是这样的 那我们先试试 这一步骤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